如果需要港幣,590万元才可以叫做中产 Ivan,你觉得如何为止中产? 其实中产是很多年来很多人的讨论 譬如你知道好几代之前的才爷 比如说中产是懂得喝咖啡看话剧还是看歌剧 这就叫做中产 你留意一下,现在中产在字典都有定义 现在在劍桥那本字典,即楼梯那本 其实也有定义,他说是一个社交群组 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士 他又不是说他有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他不会说很富有,但就不会很穷 就是在中间,真是夹在中间 而再有一些研究说就是 由三个方向,决定一个人是否中产 第一件事就是你有多少钱你收 这个重要,所以刚刚汇丰说 你有590万,你就叫做中产 但是就是靠这个又不够 还有两个原因,还有两个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职业和你的教育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喜欢做一些比较高尚的职业 而找不到钱 但是有些人就是职业比较上基层一些,但找到钱 但是那些工的人就不会做的,就是感觉上不够中产的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第三件事就是文化、抱负、态度 或者比较空泛一点的东西 譬如我会不会为了家人的,譬如为小孩子 规划一下教育基金 又或者我会不会为家人做一些保障 这个都是一些中产的定义 所以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财富水平 第二个就是你的职业和教育水平 第三个就是你的思维上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般用来定义中产的 明白,既然做中产就代表有些钱 但是香港做中产其实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呢? 应该说做什么人都有烦恼 人就应该是有烦恼的,是吧? 我看过有一篇很多年前的文章说的 他就说香港人就有特别中产有六种烦恼 他在说的,包括什么呢? 今天可能不同了,因为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文章 他就说,究竟结婚还是不结婚呢? 其实今时今日呢 结不结婚的最大压力呢? 就不是来自那两个人的嘛 是来自他上一代的 是的,对 所以现在人们都不太理会他 就告诉你了 第二个就是 生不生小孩呢? 又是一个问题了 以前想的就是 其实小孩是一个全宗接待 但是今天想的呢? 是一个投资理财 是两个人来的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生呢? 又要想的 当然了 退休也是一个问题 一定要烦恼的 还有就是 事业上 是不是要继续去进修 去读书呢? 香港人也是很喜欢读书 很喜欢进修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课程都挺好卖的 请不吝点赞 别来啦 不吝点赞 在我的照耆 字幕图 temp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